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上舞台的他们被万众瞩目 是全民制作人心目中最闪耀的偶像 日常生活中的他们又变回了青春活力的少年们 那么卸下舞台上妆容的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 小哥哥们的素颜大公开放 朱正廷 人间仙子朱正廷 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间给人的感觉都是那么的美好 舞台上的仙子仙气十足 化好妆的他看起来更加的帅气清秀 和舞台就好像是融为一体 让人陷入仙子的魅力中无法自拔 卸妆后的朱正廷和化妆的他并没有什么变化 皮肤完全可以用吹寒可破来形容 毕竟我们的仙子可是去练习式都会敷面膜的人 卸妆后的朱正廷眉眼间多了几分的英气 就像是仙子下凡一样 变成了平易近人的林家大哥哥 小编在此真的是吹爆仙子的素颜 陈丽农在楚评级舞台上 农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穿着粉色衬衣的大男孩 露出他标准的智语细微笑 让人看到他就忍不住想跟他一起笑 随着偶像练习生的播出 农农也变得越来越man try有型 如果说之前上妆后的农农是可爱饭十足的话 那现在的农农脸上便多了几分的鞋味 其实农农除了上舞台之外 一般都是不怎么化妆的 大部分时候会以淡妆试人 在好像有新番中 一向采访狠尬的机智勇敢的翻番 都没有分辨出农农到底有没有化妆 这样看来 农农素颜真的很好看 可以说是完美 零超零超额的颜值 可是被他昆英的三个大哥吹爆了的 就像小王子一样的他 上妆后多了几分的邪美和妖艳 在好像练习生中的小王子 上妆后变得更加的纯净 让人舍不得一开视线 出场后的他和三个大哥尝试了吸血鬼的妆容 不得不说 零超真的太好看了 变身吸血鬼的他 眼神中也满满的都是邪美 真的太有诱惑力了 素颜的零超一就是那么好看 可以说超额是那种少有的素颜比化妆后还好看的男孩子了 妆前妆后简直没差 卸妆后的超额变成了乖乖的大男孩 灵动的眼睛离开了眼妆之后 变得更加的清澈 再加上超额本身的冷白皮肌肤 简直就是小王子本王了 原来有颜值的小哥哥们都是无惧素颜的 大家觉得他们的素颜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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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